今天要去星光醫院找唐醫師 做醫美 現在敷馬藥 需要我這個造型嗎 哈囉 我們今天又來找唐醫師 今天就是我要用我這個Youtuber的名義來做 30歲之後必做的電音波 但我們今天做的東西好像有點特別 那我們就請唐醫師來稍微講解一下 今天會做電波是這一台 這個是叫網格電波 然後這是音波是QPLUS 那我喜歡做膚核式治療 像電波還是讓皮膚縮緊 但是音波會有個線性的關係 就是把皮膚拉上去 所以我個人覺得兩個一起做 其實你的費用是比較少的 但是效果是比較好的 聽說很痛 現在就來體驗看看 不會不會 真的嗎 我覺得這是很適合小資女啊 所以這是我的before 我們現在要先做半年 然後等一下要看那個效果 它會立即見效對不對 待會見 好 開始喔 就這樣 還蠻舒服的我覺得 還好吧 熱熱的 因為機器是一樣 所以完全取決了醫生的創作 對 其實就算很多人覺得就買100發 但假設這100發我要決定怎麼打 結果會差很多 我可以100發只打法令文 我也可以100發分佈得很均勻 但是都沒有很有效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大家打電話來 只會問請問你是美國機還是韓國機 然後你幾發多少錢 我覺得這都不是重點啊 那我覺得電波音波是越來越重要的事情 因為當你自己膠原來買多 你就不需要打微整性 好 那你來這邊看囉 你會覺得這邊就比較飽滿啊 然後不會說打完你也凹進去什麼 但線條會比較回歸正常一點這樣子 像這邊比較凹嘛 然後這邊塗 但是像這個就會比較 對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但這都很微小的變化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 要告訴別人這個機器多厲害 可是是讓他知道 我們本來就不是要造神運動 不然我卸掉 我們來打硬波 硬波的感覺是酸酸的 主要是多拉提跟線條的部分 可是它是去拉什麼 是去拉裡面的肌肉 筋膜 以前人家手術去拉皮 是拉那個筋膜的層 就像是雞腿 外面那個膜 你記得嗎 有些肉中間會有個筋的那個 拉起來它整個臉就會拉掉 那現在就發現說 硬波可以作用在那個層次 所以可以做提拉的動作這樣 這樣可以嗎 它比較酸 對 所以你比較不耐酸 對 你可以從我這裡拍 會看到它一高一低 你有看到嗎 有啊 很明顯 有沒有 就會把它的蘋果肌歸位 隨著年紀蘋果肌會往下掉 那很多人會去打過尿酸甜 事實上我覺得用這種方式 它就會回到本來的樣子 對 這邊就整個推回來 真的是 本來的位置 對 就是把它堆回去 打完的是這邊 我覺得有欸 就整個膨欸 好 換邊囉 換邊 你看我現在在幫你調臉型 嗯 我是覺得你如果去別的診所 他們不見得會去幫你想這些事情 嗯 他可能就是把那幾千八幾百八打完就好 但是我會就看 這樣又更對稱了 嗯 有沒有 我剛才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你這邊可以再縮一點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臉沒有那麼歪 有 所以我覺得我打音波其實還是很 用心的再去想 你就像一個建築物吧 怎麼去把你拉回來 外面可能 雖然很便宜或是很多發 但可能醫生就是交差了事 其實我們就像廚師啊 你們是食材 我怎麼炒你這個菜差很多啊 所以就像你去餐廳 你不會去看廚師用什麼鍋子 而是去想他怎麼煮你這個食材啊 你看一下臉真的就沒有那麼歪了 有沒有覺得 我這邊再幫他縮一點 就會好一點 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 我可以利用這些工具去調整一個人的臉型 跟他的比例 我覺得那也就是一種美啊 我見得說一定要鼻子很高啊 下巴很尖 眼睛很大 才是沒有 我覺得是勻稱這件事情 利用工具把一些缺點改善 把優點放大 機器是死的啦 我覺得人是活的 因為想要再對稱頂多 因為這邊打點玻尿酸 不用啦 因為那種天窗物我不喜歡 是啊 你還念 現在說不喜歡到時候就都記錄下了 31歲的時候說 我不想打天窗物 現在在我打完電音波的空檔 我們等一下還要打皮秒蕊 這個空檔呢 我們就事不宜遲 來訴訴問一下唐醫師 我這次又再次蒐集的各位網友 對於皮膚科的疑難雜症 皮膚科大賽問的快問快答 就現在開始 規則就是我來念 然後唐醫師就是 見招拆招直接很快的回答我 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題目是什麼 對 第一個是黑眼圈算是皮膚問題嗎 黑眼圈是一個狀況啦 我覺得它主要是美觀的問題而已 那它的原因有些人是鼻子過敏 就是血液淤積的結果 那有些人是色素沉澱 所以我們會先給它擦美白的藥膏 真的不行 再用麥寸光去打 那如果是血管型的 我們會用染料雷射 所以醫美中心就有很多不同的機器 所以皮膚也是有對應的方式可以去處理 對其實還是基本上黑眼圈還是會找皮膚科 皮膚毛孔粗細是不可膩的嗎 不會啊 其實擦藥像擦A酸杜鑽化酸 或是口服低劑量A酸都可以改善毛孔 那當然如果它做了兩個月左右 或三個月還是覺得不如預期 還有很多機器可以用啊 像金膚光描皮描 所以不要放棄 毛孔是很好治療的東西 我覺得比斑好治療 毛孔腳化症如何改善 覺得我們先說什麼是毛孔腳化症好了 毛孔腳化就是通常是這個地方 手臂大腿屁股有毛孔尖尖 很像雞皮疙瘩的東西 那其實毛孔角質化 也就是它毛孔的角質長得不好 會變尖尖的金字塔這樣卡在上面 摸起來就有個粗糙感 對會就像雞皮疙瘩 那通常是用果酸身體乳液 那時候如果覺得沒有效通常是濃度不夠高 或是差不夠勤 還有一種人是他看到疙瘩就想去腳趾 反而更糟 然後再來是這個我也沒有聽過耶 什麼叫做膽檢群麻疹 它是一種像乙烯膽檢 釋放出來的群麻疹 通常它長得很特別 它不像一塊 它是小顆圓圓的 然後在運動的時候會比較容易發作 所以它是急性的 它也算是群麻疹的一種 那通常也是吃抗阻症案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不會太難 我這次問了問題發現很多人 最大的困擾就是 九糟性皮膚跟止漏性皮膚 這是一個很大的category 就是很多人會針對這兩個皮膚去做問題 那我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就是 九糟性的皮膚要如何保養 還有如果你是九糟性皮膚的話 可以做水飛塑跟雷射醫美嗎 可以啊 其實九糟我有錄一集 九糟可以做醫美 水飛塑其實相對蠻溫和 所以它是可以改善 九糟的人的毛孔跟粉刺的問題 那如果曹紅的部分可以打染料雷射跟脈衝光 其實九糟的人還是可以做醫美 而且我覺得九糟的人很適合來皮膚科做醫美 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在有問題的情況下 給他適當的醫美治療 我今天也很想問唐醫師像我們剛好在聊 在皮膚科診所做醫美跟在一般的醫美診所做醫美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叫我皮膚科醫生的最大的優勢在哪裡 想請醫師跟大家來衛教一下 我自己的經驗是我們對劑量的拿捏我比較精準 我常跟病人說來找我們都是皮膚有狀況的人 所以我們很習慣在有狀況的皮膚給他醫美的治療 所以這一點很不一樣 第二點就是他皮膚真的治療完有狀況 我們會開藥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時間就差很多 有些人可能他打完紅 我們很可能就給你吃口服藥或是擦一些抗敏感的藥 但是外面可能也許會叫你買面膜去敷 我聽過叫他每天敷面膜的 或是叫他一直噴火泉水 那他的結果就會被延誤 甚至以後會變慢性的敏感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那如果在大醫院呢 就是其實又有更多的優勢 對像我就會碰到有時候治療的中間有什麼狀況的話 可以馬上召回我的同事 像我之前有一個陰波的病人 他就動了一下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眼睛有點刺 我就想是麻藥進去還是能量 那馬上就摳我們眼科 就馬上帶過去 直接從側門進去 所以在醫院就是有很多我覺得很安心的事情 或是暈針的話我們馬上可以處理 就可以再很及時 我覺得這讓我醫生自己也很有安全感 然後再來就是吃A酸可以打雷射嗎 可以啊現在已經對於吃A酸不能打雷射這件事情 是已經完全是拋棄這個想法了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 但是像我的話會跟客人說 病人說如果你擔心的話 你就是打完那一週先不要吃 確定他復原再吃就好了 其實應該是OK的 汗泡疹有辦法根治嗎 汗泡疹很難根治 因為它是體質 但它跟天氣跟壓力有關係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壓力指標 我覺得它如果汗泡疹發作其實也是好事 提醒你最近壓力太大 那當然擦藥其實很快就好 但三五天其實就會好了 所以也不用害怕 就是用一點藥 然後就是早點睡覺 壓力的管控 其實都可以處理的蠻好的 沒有化妝也要卸妝嗎 就不用啊 對啊其實用一般洗面乳就可以了 我有點想問這個 就是水飛縮有用嗎 水飛縮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高級的做連 它就是用水去沖掉毛孔的髒東西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保養 我覺得整個過程是舒服的 因為它就很多水在噴 然後做完臉會比較亮 因為它有一些保濕 然後加上一點酸 所以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治療 只是它費用也不是很便宜 請問化妝水這個步驟真的有必要嗎 化妝水其實是當年就是覺得角質 因為乾乾的時候很難 就像土壤乾乾很難灌溉 所以會先打濕讓角質軟化 讓防瓶比較可以吸收啦 那我覺得化妝水應該是男生比較喜歡 那我覺得夏天可以啦 還有一點降溫的功能 那但其實化妝水裡面的成分的 有效成分比例是比較低的 我自己是沒有特別在擦化妝水 還有收到就是有幾個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都有在問我說 還有鬼剃頭的困擾很久了 就是頭皮這塊也算是皮膚科的犯不愁 絕對是健保可以解決 所以可以記得看皮膚科 對就是如果大家覺得有落髮 或是鬼剃頭 或是任何頭皮相關的 紫豆性皮膚有問題 其實皮膚科都是你第一 第一線該去尋求的幫助 有人問說就是他可能還是學生 但是他也非常想要治療他的痘痘 但是覺得醫美繩索的價格 看到就會有點卻步 想要問醫生有什麼就是比較 相對親民的方法 也可以慢慢的治療青春痘的問題 我覺得就看健保啊 你當年找我也只有看健保啊 兩百塊也解決 兩百塊然後拿一些健保藥 我覺得其實 就很有效啦 第一步絕對不是醫美 對我不建議直接做醫美 我有一集寫青春痘的順序 其實是先治療 然後再用醫美去處理痘疤 所以其實你治療得很好 其實基本上沒什麼痘疤要治療 所以最重要是健保門診 有很多很好的藥 有卸足腫在臉上可以如何治療 基本上我們就會用健保的方式打消巴針 所以其實是可以治療的 只是要打好幾次啦 就要有耐性 久招性是不是真的只能 Less is more 的保養概念 不能擦一些功能性的保養品 像是美白抗皺 不會啊不會啊 其實是在擦保養品中間 記得要治療而已 就是加這個動作 就是永遠先擦久招的藥 然後再慢慢加美白擦局部或是除皺 都可以從局部開始啊不相抵觸 但是要記得一定要持續的治療久招 看完這些問題 當然有很多問題是醫生才能解決的 但是其實回到根本就是 我們如果皮膚上面發生任何問題 看這影片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我們也很開心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影片幫助到你了 不要忘記一定要去找皮膚科醫師 然後從那邊開始 相信你的皮膚就會一天比一天更好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的問題 就跟上次一樣 可以在下面留言 醫生會隨時去盯著那個留言 有空的話就會馬上回覆給大家 那廢話不多說 以上就是今天的Q&A 我要去打雷射了 掰掰 掰掰 這個...這個... 好好笑喔 我現在好像另外一個人 我剛剛譚醫師講 我才知道原來大家有在care 皮膚要機器是韓國機還是美國機 但是雖然我等一下要打韓國機 可是是醫生自己選的機器 對因為我試過很多台 新光醫院要買什麼機器 怎麼會有成本的考量 但是我覺得是我自己試完有感的機器 我才會進這樣子 所以我進的機器 雖然不是一定是最流行的 但是我都嚴選 像剛才那個電波我找了很久耶 我沒有隨便進 就是因為我要認真的找一台 我真正喜歡 然後又是我們客人可以喜歡的機器 而且它很猛 大家不是在問說這到底痛不痛啊怎樣的 可是他醫生是會自己沒有敷麻藥 對我每個機器來我就說我都不敷麻讓你打 他們說號稱不痛啊什麼 我就是都不敷麻 所以我就知道怎麼打比較不痛 我覺得so crazy 因為我之前打雷射 我是真的覺得其實會有感覺會痛的 然後我沒有辦法想像不敷麻打是什麼樣一個概念 但是你知道因為我不敷麻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速度會不會痛 我哪些地方要慢一點 哪些地方我要快一點 所以你看我打音波剛才就很快 因為我知道這樣你比較不會痛這樣 而且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三類理工女 然後他對這些機器是非常有興趣的 對啊 就像你們男生玩手機一樣 玩什麼電動 我說這一集台都是我在玩的 對 就是理工女的小確幸 就是在這個星光的醫學美容中心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理工女 不要看他長這樣飄飄亮亮 對 然後我要怎麼打 這就是他的那個電競偏台 那你不覺得眼睛剛才發亮了嗎 對 對 你在打那個蘋果肌的時候 你就整個就是很有興趣在那邊打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找治療 就是要找這種有熱忱的醫生 懂嗎 你既然就是都沒有膚麻的話 那你有什麼真的很可怕的經驗嗎 有啊 就是我曾經試過一台機器 很多年前那種老一輩的電波 還是有個彈簧板 啪一下把針搓到你骨膜之後再加熱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就說不膚麻 而且他號稱不痛 結果我那天打到冒冷汗這樣子 重點是我後來整個被燙傷 我還記得我就對著他哭說 你怎麼把我臉打成這樣 我第一次在廠商面前哭耶 後來我就覺得第一 要當一個好醫生 要先學會處理副作用 所以後來那時候燙傷反黑了非常久 還有一些凹疤 我就學會怎麼處理 誰都可以拿起來打 但是誰會處理差很多 第二個就是說 廠商可能會說這機器多好 但是沒有試過就不算 所以我都會親自不膚麻去試 所以有時候不見的是最熱門的機器 但是我到現在進的機器都沒有雷過 謝謝醫生 不會謝謝你 把你交給我 今天要帶著這個 又被迴容的臉出去走跳 小紅啦還好 這樣大概三五天應該OK 其實打了很多次了 就是這個都是正常的反應 掰掰 謝謝